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初风的留言回复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一期都会有什么样的留言 那么第一个留言 初风 吃货人生为什么不录了 吃货人生啊 因为吃货人生是这个样子 因为很久之前去检查身体 然后医生说你不能再吃零食了 然后要控制饮食 所以初风现在不但零食不吃了 连肉都不吃了 那么作为一个素食主义者 也不吃零食 也不能喝饮料 实在是吃货人生没办法录啊 所以等以后身体好了之后啊 可能再考虑会接着录 但总之短期内饰不可能了 初风请听数学题 一位司机在刹车市撞到了一条正在睡觉的狗 狗叫声吓到了一位过路的熊孩子 球车的内心阴影面积 啊 看图 就这么大 抽风账号多少了 账号 哎呀 这是要给我打钱吗 啊 啊 这个就不用了啊 这个就不用了啊 哈哈哈哈 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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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以后这个正确钱就把账号告诉你啊 抢西八 请喜欢看你们一家三口的视频 屁股抽份尿尿 加油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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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 是吗 哎呦 真的是 哦 特别感谢啊 啊 你对我们父子的支持啊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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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抽风大大求作寻找天堂的流程 这个是当年去月球的续作呀 啊 那寻找天堂的流程肯定是会做的 去月球当时是出了一个精神续作叫做Bird 去月球我做了 Bird也做了 寻找天堂的一定也会做的 但是这个游戏应该是要在2016年到下半年 甚至是年末才能上 这个你现在就让我做 难道你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吗 可以把这个时间机器借我用一些吗 我准备看一下这个50年后的逆风笑老成什么样子 想想都很开心 抽风声音好好听 我都想吐了 回头我私聊你一个电话号码 然后你去看看你怀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抽风你外号这么多 我是叫你风哥抽哥抽抽 风风还是那个谐音的 从你的头像上来看的话 你可以叫我老公 抽老师听说你要教学生了 我去教什么学生是吧 虽然我大学是师范专业毕业的 也是教过一段时间的书 但是现在的本职已经不当老师了 大家如果想学习 学习的话 可以去找苍老师 波多老师 等等 我看了 我看了呀 我看到你了 对不对 YouTube现在开始传视频了 大家在海外的话 可以上YouTube的频道看 视频挺好 人也挺帅 就是有病 掐指一算 我的帅癌已经是快30年了 不日之症 实在是没救了 所以说大家要通行我这个病人 是吧 大概应该还能再 这个病还能再得个几十年的样子 5.1了 抽风有计划没 完全没有什么计划 像一般放假的时候 我都在家里做视频之类的 放假的时候一般都是做视频 直播的时间 然后等你们开学了 或者上班了之后 才有可能会出去玩吧 所以5.1完全没有什么计划 不过6.1的话 可能去游园是吧 去这个公园里抢小孩子气球 这个倒是可以计划一下的 看魔女之家的时候 感觉声音好嫩的23333 那是肯定的 魔女之家应该是将近两年前的视频了 那年我才16岁 所以当然声音很嫩 现在也很嫩 今天才18 很喜欢你的视频 你会坚持做到什么时候呢 我倒是很想说可以干到80岁 不过那个时候可能 结束的时候就已经说不动话了 所以量力而行吧 做到没有人看 或者是身体实在不行了吧 我估计也在搞个十年八年的问题不大 好了 那么这就是今天的留言回复 也是还是希望大家踊跃的在这一期视频下面 给这个抽风提问 如果因为如果是要一期一期的去翻这个留言的话 大家也知道现在的留言确实是想翻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留言 还是比较难的 所以说大家就是看到这一视频之后 有什么想问抽风的 一定要在这期视频的下面 无论在任何平台都可以 踊跃的给抽风留言 那么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下一期的视频素材 好了 那么咱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